美国最高法院5号驳回了密苏里州有关阻止或推迟特朗普验刑封口废案法律程序的诉讼请求 而此前人特朗普曾经被纽约陪审团裁定 封口废案当中的34项重罪罪名全部成立 案件预计将会在9月18号举行量刑听证会 美国最高法院5日驳回了密苏里州提出的一份诉讼请求 这份诉讼要求最高法阻止或推迟特朗普纽约验刑封口废案的法律程序 此前纽约陪审团曾裁定 特朗普在封口废案中的34项重罪罪名全部成立 量刑听证将在9月18日举行 密苏里州提出的这项诉讼称 纽约检方针对特朗普的这起封口废案 侵犯了美国宪法赋予选民的权利 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试图参加美国大选时 要剥夺他发言的权利 特朗普的律师团队还援引了最高法 有关特朗普豁免权的裁决 试图推翻对于封口废案的判决 5日最高法对密苏里州的诉讼进行了驳回 这也意味着法官不会阻止或推迟特朗普的量刑听证 美国媒体分析称 最高法院对于州与州的争端具有管辖权 通常此类的争端涉及跨州河流水权等问题 除此之外 最高法允许一个州干涉另一个州的司法程序 这是非常罕见的 最高法也没有理由介入 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表示 密苏里州没有遭受到足以让州提出诉讼的那种伤害 纽约也不应当成为被告 此前最高法曾在2020年还曾驳回德克萨斯州的一项诉讼 那起诉讼曾要求法官推翻特朗普 在11月大选中输掉四个摇摆州的选举结果 凤红卫视陈寅谦江广赋 纽约报道 川河尔